突然某一天 芝麻发现姐姐凯洛莉开始变得闪闪发光起来了 在那之后也一直闪亮闪亮 越来越闪耀 她觉得姐姐那样真好呢 在面对芝麻询问为什么要成为恶斗路时 眼镜娘表示虽然有各种原因 但最重要的理由是 时间回到恶斗路大午斗会 当大午斗会最激烈的大旗雨战结束后 芝麻将 还是去医务帐篷检查一下吧 慢慢来哦 库洛姆提醒医路米 待会儿立刻去帐篷开作战会议 说完便扭头离开 芝麻只能弱弱地喊着库洛姆的名字 一路米安慰她没事的 库洛姆现在一定 在考虑着很多东西哦 所以啊 只要冷静地跟她交谈就没问题 随后入间拉着芝麻来到帐篷寻找库洛姆 但库洛姆因为太过专心思考之后的比赛安排 没有发现芝麻一直在拉着自己 直到入间打断库洛姆之后 她才意识到自己把芝麻忽略了 清醒之后的库洛姆抱住芝麻 安慰她自己并没有生气哦 太好了那芝麻酱 能和姐姐说 芝麻突然小眼泪开始流下来 一下子安心下来了吗 没事没事 入间突然发现 芝麻酱的眼睛很漂亮 就像冰一样 之前被刘海盖住了看得不是很清楚 芝麻酱的瞳孔 像是铺了一层薄冰的水面一样 非常漂亮 虽然库洛姆也是蓝色眼瞳 但芝麻酱的更接近水蓝色呢 真是新发现啊 芝麻突然回想起 库洛姆要当恶斗路最重要的理由 很突然哦 某一天心脏突然就像是被一把抓住似的 遇上了自己的欲望 仿佛被彻底暴露出来一般 那庞大无比的 冲击芝麻酱 闪闪发亮了 在那之后整个人 一直都是轻飘飘的 只记得自己笑了很多很多次 也是在那一天芝麻找到了姐姐库洛姆 提出自己也要进入巴比鲁斯恶魔学校 库洛姆为之一愣 作为恶魔 切记大意 突然有一天 心被夺走了 考试编号30093号 克洛凯尔芝麻 入间学长 我作为首席入学了 跟你一样在入学典礼致辞了 入间惊讶芝麻真厉害 芝麻表示 无论这恶魔学校里面 有怎么样强大的恶魔也好 我都会努力的 为了我呢 闪闪发亮的野心 绝对不会输 我一定会 把最重要的东西 给抢到手的 艾梅丽听完彻底不淡定了 芝麻宣战之后也赶紧开溜 入间很懵逼芝麻将明明都已经是首席了 艾梅丽小姐 芝麻将她干净很足呢 虽然不太了解详细状况 但芝麻将的野心 能达成就好了呢 艾梅丽整个人直接裂开 你这家伙真是的 为什么总是这样啊